首先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扩桥代表队和颁奖嘉宾入场 被扩桥代表队颁奖的是 山峰省体操运动华理中心庭任 车志桑先生 获得铜牌的是终枝代表队 Male Speaker 获得铜牌的是终枝代表队 获得铜牌的是终枝代表队 张铜牌的终枝代表队 张铜牌的终枝代表队 将终枝代表队颁奖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获得精采是广州代表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座长代表会和嘉宾会场 2015年全国新年体操级腰带 继第一届今年运动会体操约赛 男子团体颁奖仪式绍此结束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关注